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士小花 照例来到便利店 听到这几个人工靓女 在那里叽叽歪歪大声喧哗 就好奇的忘了一眼 水池金北哥靓女怼了一番 嘲讽小花就是一个始祖的黄脸婆 男人见了会雄风不战 女人见了会当场内肥蜜失调 便得小花是瞬间自闭假自卑 回了家里想和男朋友 来一下爱的温存 也被对方一脸嫌弃 嫌弃到宁愿去看小电影 也不想和他实战一下 好在身边的同事朋友都挺喜欢他的 就连医院的病人都夸得善良有爱心 这让小花的自卑心情稍微有了一点改善 在一次上网冲浪的时候 小花意外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网站 这个网站上面的东西 可以让人变得清纯漂亮 一次性供养护香 重回18岁水嫩少女 小花没有多想 当即就要客服聊了起来 很快第二天就收到了快递 一个木偶一样的神像 供养的方法很简单 每天只需要清香白酒 一记鲜花进行供奉 荣原就会一天脸变得亮丽 一夜之间变得光产迷人 同时还以为他是做了什么整形手术 就连平时经营性的男朋友 也被他迷住 变成一夜七次了 看着一天天变得亮丽 小花也更加自信起来 走路都有风了 但医院的病人 却好像不认识他一样 便利店的铁柱 还发现他有两个影子 于是就将这件事告知老板拳蛋 拳蛋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来到医院撩起了小花 还主动表白追求 向好他一起残残绵绵绕天涯 小花抵挡不住这种爱的共识 最终同意了在一起 拳蛋这边刚追求完小花 那边就会妹子去为难他 目的就是为了打击他的信心 让他产生一种挫败感 拳蛋在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 也在此还不知道 当晚两人就温存了一番 小花也正式跟男朋友提出分手 不想再把青春 浪费在对方无成了的等待上 继续供奉着虎仙 纯米亮丽的皮囊无法自拔 谈前提了一份共存的去源 以宣学的形式达成融合 这些虎仙以人类的贪婪虚荣 以及嫉妒为食 这些消极的东西越势强烈 虎仙就成长得越威猛 而拳蛋也不是什么人类 他只不过是借用虎仙 引用那些爱漂亮的妹子 在娶娶妹子的景气 严款自己的衰老 等时间长了之后 这些妹子就会慢慢变老 小花没想到 自己会一夜步入老连 许米那个网站上的客服 却发现已经没有回头路 不久容了就完全改变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而所谓的什么虎仙 也并不存在 只不过是立个次元的东西 为了蚕食人类 特意搞出来的美化包装而已 拳蛋答应帮小花 玻璃弧鲜的蚕食 但是一旦剥离之后 小花白天就会变回 原来的衰老样子 而晚上就依旧是 这个亮丽的模样 贴助强烈反对 劝说小花不能因为这个虚荣的外表 而变成另外一个人 但小花却然享受 自己现在的样子 以前的她没人疼爱 就连男朋友对她提不起兴趣 而现在的她 因为有了外貌生断的加分 在之前所有被蚕食的妹子当中 没有一个人后悔 也没有人想被毁原来的样子 就这样 小花辞掉了护士的工作 白天是一个不敢见证的年老丑八怪 晚上就成了风情万种的亮丽女王 也许她追求的 正是那刹那的美丽 看完后 我只想说 正所谓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影片最早的女人爱美 这一社会话题 以奇幻的故事形式 讲述了人心的贪婪和虚荣 具有强烈的批判教育 引人深思